前几天是希娜37岁生日 也是希娜当妈妈后的第一个生日 除了快乐大本营成员为希娜送祝福并轻生以外 还有很多其他好友也纷纷送上祝福 其中包括了张子怡 5月10日希娜在自己微博上传照片中 醒醒妈妈谢谢你送我首会的祝福卡片和礼物 也谢谢你给我分享很多带宝宝好的经验 稀稀我继续努力 并爱到了张子怡 照片中是张子怡的手写卡片上面写道 亲爱的娜娜祝你生日快乐 这是你成为妈妈的第一个生日 从二人世界到四口之家 未来可期 愿永远幸福 语言简单质朴 却饱含情意 祝福满满意欲言表 5月4日 希娜先生机场城后付出的她抱着粉色保温杯 养生又显露少女心 心情大好的她与助理机场打闹 激动时直接上手揪耳朵 还拿相机玩反拍 放飞自我 希娜与助理感情很好 时不时在自己微博晒出助理凯开的照片 因此助理成了网红凯开 感谢观看